7月26号,记者探访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当天,乌鲁木齐市气温36度,走在室外明显能感觉到太阳的炙烤。 根据当地疫情情况,该医院发热门诊接收的病人实行单独隔离,排查新冠肺炎。 病人经过核酸检测和隔离观察后确认无误,将分流到相关科室。 自乌鲁木齐疫情发生以来,该门诊日接待量约在10人左右。 文茜是该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十多天前,她从科室又抽调到发热门诊负责病区的业务管理。 见到记者时,她刚刚结束24小时的工作。 即便已经下班,文茜依旧穿着白大褂,对接着一些具体工作。 文茜告诉记者,病人进入发热门诊后,医护人员需要进行一系列检查。 如果有基础疾病,医护人员将一边治疗一边排查,拒绝任何人探视。 她说,这给医护人员增加了很大工作量,除了基础治疗,还要照顾病人的生活。 穿着密不透风防护服的朱玉燕,一天要工作6小时。 当天,已经工作了4个多小时的她,采访时记者清楚地听到从防护服里传出的大口呼吸声。 期间,朱玉燕向记者展示了她所穿的防护服密闭度。 都是要鼓鼓鼓的,就是不能有任何气出来,所以说话的时候比较喘,是确实有一点不舒服,因为特别热也捂的,就是都是有汗的。 一个简单蹲下去站起来的动作,朱玉燕做完,脸部有些泛红。 十几天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用朱玉燕自己的话说,从事这份工作这是她的职责,为人民的健康总有人要付出。 采访结束时,朱玉燕举起右手,语气显得很激动。 她知道,还有很多医护人员同她一样,在抗疫一线坚守着。 为了全人,全体人民的健康,我们付出是应该的。加油,中国加油,新疆加油。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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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